救护车到场时 女子背部不但慎血 手脚又多处擦伤 头上一种离大块 一搏一搏的奏上救护车 而动手的就是她的前男友 行凶后趁乱逃逸 女子背部四公分的刀伤 用纱布覆盖 卷卷缝了十一针 还好没有伤及要害 而她除了背部中刀 头部也被电击棒猛打 她没想到前男友 因为不满分手 竟然在住家前埋伏 男子事后主动投案 为了灭阵一度躲到台南 还把西瓜刀丢入大排水沟 高雄警方调查 两人相差十四岁 同居交往三年半分手后 对方不断私闯 亲友住家搞破坏 还依赖威胁 如果我死了也不会放过你 看人后还呛瞎 被我找到就死定了 只问她有关新男友的事情 被害女子转身逃离的时候 她就吃西瓜刀 朝被害人背部砍了一刀 那也持续用电击棒 毆打她的背部 男子带着西瓜刀跟电击棒 伏迹前女友 显然早有预谋 只要查出她过去 有杀人未遂 公共危险毒病的前科 但就怕恐怖前男友 再找上门 被害女子将提告 以求自保 就让邱佩如高雄报道